土豪又发起新的挑战 对女朋友刻薄24小时 看看女朋友究竟有什么反应吧 下午一点 土豪看着女朋友还在睡午觉 决定把他叫醒 土豪来到女朋友床上 叫女朋友起床干活 并刻薄地对女朋友说 只有狗才会整天睡觉 你应该起床干些事情吧 女朋友丝毫不为所动 土豪继续碎碎念 认为他的房间像垃圾场一样 让女朋友打扫卫生 女朋友撒娇地向土豪所闻 结果土豪闻了闻味道 对女朋友表示他有很臭的口气 并把他推开 女朋友表示自己心情不好 还要继续睡觉 于是土豪把被子直接拿开 继续让女朋友去洗澡 女朋友只能不情愿地起床去洗漱 女朋友洗完澡回到房间 看见土豪还在他的房间 终于发现出来 让土豪离开他的房间 因为他也很臭 这时候土豪突然让女朋友化妆 女朋友表示自己今天不想化妆了 土豪对女朋友说 希望他今天拍摄的时候能漂亮一点 女朋友只好化妆 只见女朋友慢悠悠地拿起粉底液涂着 土豪问女朋友为什么要这样 是不是为了遮自己的斑点 女朋友很无语 继续涂着 女朋友擦好后问土豪可不可以 土豪继续调色 认为嘴唇颜色应该深一些 眉毛也要深一些 女朋友直接爆发 对土豪表示他就是这样的 如果不满意的话可以分手 土豪只好赞同 谁能打出这个字 我把手机吃了 你们打出的快把手机寄过来 我吃吧 女朋友来到厨房 看到土豪正在喝可乐 表示自己也饿了 于是拿起一块巧克力吃了起来 土豪看到很生气 质问女朋友减肥 为什么还要继续吃 难道之前说的要减肥都是假的 女朋友有些懵 问土豪为什么喝可乐 土豪拿起可乐 对女朋友表示自己是在说他 接着土豪直接从女朋友手里 把巧克力抢走 女朋友有些恼火 质问土豪为什么要抢走自己的巧克力 土豪表示这些东西是他买的 所以是在吃自己的食物 女朋友对土豪表示 他让自己多化妆可疑人 但是不给他吃东西就不能忍了 土豪打断女朋友的话 让女朋友帮他把吃完的垃圾扔掉 女朋友直接拒绝 土豪无视女朋友的反抗 直接走了 土豪在房间又想到了一个更刻薄的想法 让女朋友没吃饭陪自己去跑步 以此来让女朋友发火 这时候女朋友还在厨房里玩手机 土豪过来叫女朋友 女朋友表示土豪已经吃了很多东西了 所以应该去跑步 土豪则告诉女朋友除非他一起去 女朋友无奈地仰天长叹 女朋友换好衣服两人来到公园 土豪催着女朋友要加速 并表示他的速度像蜗牛一样慢 女朋友继续没精神地跑着 这时候土豪已经甩开女朋友很远 土豪在原地催俗 女朋友快些跑过来 结果女朋友被绊倒 摔在了草坪上 土豪看着女朋友站了起来 对女朋友表示因为他跑得太慢 所以今天的巧克力就取消了 女朋友气愤地直接走了 土豪和女朋友回到家 女朋友正坐在沙发上逗小狗 土豪过来直接把小狗抱到自己怀里 女朋友有心无语地看着土豪 土豪则在一边逗着小狗玩 女朋友问土豪这么喜欢小狗 为什么不带他出去散步 土豪听了之后 直接把小狗扔给女朋友让他去 女朋友抱起小狗直骂土豪baby 之后带着小狗出门散步了 土豪和女朋友约好要去咖啡馆 女朋友换好衣服后 土豪表示他的衣服很丑 建议他继续穿钢脱下的那件 说着还拿着衣服在女朋友身上比划 女朋友生气地把衣服抢过来扔在床上 并大骂土豪 两人来到咖啡馆拿着菜单点餐 女朋友点了一份披萨 土豪建议女朋友换成沙拉 因为披萨的卡路里太高了 女朋友听完很恼火 质问土豪怎么会这样 他只想选择自己想要的东西 土豪表示自己只是想帮助女朋友 女朋友告诉土豪把自己的好心情全毁了 什么都不想吃了 土豪回到家有些愧疚 感觉自己有些刻薄 听到女朋友正在楼上打电话 他怀疑其中有一个男生 于是决定去偷听一下 并继续对女朋友刻薄看他有什么反应 女朋友正在房间打电话 土豪进来打断女朋友 女朋友只好把电话挂掉 土豪胡搅蛮缠地问女朋友 为什么要和男生打电话 女朋友解释这是自己最好的朋友 土豪不听 表示自己很不高兴 两人争吵起来 土豪把女朋友的手机抢过来 女朋友很生气 土豪只好把手机扔给女朋友 之后土豪继续拱火 梁志沾着水杯里的水潭女朋友 嘴里还挑衅 气得女友直接发飙 拿起水杯直接泼向土豪 土豪有些梦 之后离开了房间 两人来到超市 女朋友正在挑选东西 土豪直接拿了一堆巧克力放进篮子里 女朋友问土豪为什么要买这么多巧克力 土豪告诉女朋友管的有些多 接着继续往篮子里放巧克力 女朋友有些生气 让土豪帮忙拿篮子 两人因为谁拿篮子争吵起来 土豪告诉女朋友自己坚决不拿篮子 女朋友很生气 不想和土豪继续争吵 自己拿着篮子走了 土豪偷笑起来 两人从超市出来 女朋友拎着两袋东西往回走 女朋友正在清理泳池 土豪来到泳池旁边 让女朋友夸赞她的好身材 女朋友撇了撇嘴扭过头去 土豪和女朋友说要两个人一起游泳 她来到女朋友身边让女朋友进泳池 女朋友满脸拒绝 土豪报警 女朋友直接把女朋友扔进泳池里 女朋友背枪了一下 把水泼向土豪 在泳池里站着的女朋友 看起来可怜弱小又无助 结果看见土豪还在挑衅 从泳池出来就追着要走土豪 吓得土豪立马就跑 女朋友看了土豪的视频后 猜到土豪在做一个对自己刻薄的视频 于是打算将计就计 来一个反向恶作剧和土豪分手 女朋友把土豪叫到身边 表示两人需要谈一谈 女朋友告诉土豪自己很难接受 土豪对自己如此刻薄 不想和一个讨厌自己的人在一起 所以决定要分手 听到这里的土豪 土豪强笑起来 他解释着只是在拍一个视频 女朋友则表示不在乎这些 土豪努力和女朋友道歉并解释 表示自己以为只是一个挑战 女朋友态度很坚决 两个人就此争吵起来 土豪有些慌张 继续和女朋友道歉 女朋友看着土豪这个样子 再也坚持不住 直接笑了出来 看到笑起来的女朋友土豪有些懵 问他为什么笑 女朋友表示自己只是一个恶作剧 他已经知道土豪在拍摄这个视频了 土豪听到很高兴的和女朋友道歉 说着一把抱住了女朋友 还想看土豪发起更多的挑战和恶作剧吗 关注我 下期见